中委议员,热情有活力又为人民发声的罗议员 以及我们市议员阮林轩议员 非常热心服务我们所有民众的议员 还有我们市议员陈青龙议员 陈青龙议员也很早就到了现场来关心这个座谈会 那还有我们的市议员林荣静的代表黄文雄主任 以及一直服务我们乡里和民里的里长赵淑妙里长 那纳税者权利保护座谈会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大合照的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请我们 后面有一个标语的举牌 我们请我们公民好朋友帮我们拿一下 我们来做一个现场的大合照 跟我们现场的语团的专家学者 那在大合照之前呢 我也先介绍一下专家学者好了 那我们今天有来参与的专家学者 由德国欧斯纳布鲁克大学驻台教授 连弗龙教授 他是跟我们一直站在法税街头上面 为人民纳税人一起发声的教授 还有我们国立中心大学法律局教授 李慧中教授 我们常常在许多纳税者权利跟法学论坛看到李慧中教授的 为我们国家做国事的建言 还有我们 辅仁大学基管系建政助理教授 魏世聪魏教授 他常常会跟我们讲许多关于我们纳税者权利保护的法学常识 让我们获得保障 还有我们玉成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 蒋瑞请律师 好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议员一起来关心 还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 那我们现场来进行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座常会的大合照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我们的slogan就是 这次的公司是叫废奖金护人权跟救援案 然后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公民好朋友 好 借给我你们的右手 对 好 我们手握拳放 然后我们就一样喊我们的口号 来 一 二 三 废奖金 废奖金 护人权 护人权 救援案 救援 好 我们请我们后面公民好朋友把牌子拿起来 然后后面三排的公民好朋友可能要站起来喔 对对后面三排后面三排 对后面三排 那我们请我们的议员以及我们的专家学者 前面有我们被奖金护人权救援案的标语 请帮我拿一下 好 谢谢 在台湾 对后三排的牌子请帮我拿一下 对好 等一下这边会拍两张喔 一张是我们的正面中文的 后三排请帮我举高后三排 然后等一下再请各位翻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英文的 我们要走向国际化嘛对不对 好 我们来一起喊喔 颜 hashtag 颜 颜色 腿 颜色 mods 颜色 произош 獎金 護人權 救援案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各位公民好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感謝我們的羅庭偉議員 能夠讓我們在這個市議會的這個 很漂亮的辦公室來為我們全國人民發聲 因為在2017年的時候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的時候 我們已經施行到今年已經第三年了 當時法稅改革聯盟有提出三項的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就是稅務專業法官的 稅務專業法官就地合法化的問題 還有納保官求援兼裁判 以及我們稅建基金法本來是五年的合課期間 卻變成15年了 那這個對我們納稅人的權益的保障 有諸多的影響 那我們今天呢 等一下我們在第一場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請羅庭偉議員 以及賴朝國議員 以及阮林宣議員 來為我們發表您的見解跟看法 以及對我們納稅者權利保護 以及我們今天法稅改革裡面的訴求 費獎金護援權救援案 提出國事的建言 謝謝 好我們請 我們歡迎市議員朱暖茵議員 那議員要坐這邊嗎 我們請羅庭偉議員 首先我們請羅庭偉議員 掌聲 好 好 大家都坐著 那兩位都是我的學姐 不好意思我坐在中間 卡贊款 那這一次呢 很高興我們的 整個法稅改革聯盟 邀請小羅來借這個場地 那我覺得我是主要來借場地 那我也有很多的想法 但我想多聽大家來說 那未來 我尤其是當市議員 我很歡迎大家 將所有包括的提案 來給我們 讓我們在議會幫您發聲 那法稅改革 從我當里長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合作 那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 為什麼會加入 就是因為大家開始都感同身受 大家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期待 甚至也有受過傷害 所以為什麼我們法稅改革聯盟 會越來越多人 那我覺得這個都會影響到 政府開始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應該要配合人民的需求 那待會也有幾個我們的專家學者 他們的想法 我們還是聽他來講 我們來做 那他們來講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歷領 謝謝 謝謝 謝謝羅議員 其實現在有越來越多 越來多年輕人 來關注台灣的法稅的問題 其實這是對台灣的國家的建設 及發展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理智杯 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重視 表示我們台灣對於納稅者的 保護權益的認知也越來越深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的市議員 阮林軒議員 謝謝 掌聲 謝謝 謝謝今天幫我們做這個場地 我們羅定偉議員 及朱南議員 及我們今天法稅聯盟所有的專家 及我們法稅改革聯盟所有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早安 我們也是一家人 看到大家長期為了這個法稅改革 剛剛我們在提到 其實我們在議員 就是這個工作 也遇到有很多很多這個很不合理的這個 這個稅收 有時候有些稅收是重複在收 然後造成我們這些 就是我們的陳情人 有時候也是投訴無門 那我們當然就說如果有這個管道 也能夠來一一把這個 這個獎金制度來費除掉 我們真正的這個是要保護人權 甚至能夠把一些冤案 來一一來這個面對來處理 這才是我們這個法稅改革聯盟 我們真正的一個目的 我相信這個法稅改革聯盟多年來 也聲援了許多不公益的案件 就是揭發了許多台灣稅法的制度 承擾還有擊斃 尤其獎金制度的這個 績效的一個制度 使得財稅機關頻頻在違反這個證據 就是法則還有違反正義的程序下 當下開立不法的一個稅單 危害了許多我們的國人 所以就是害國又害民 我相信我們清楚看到一張違法的稅單 違法的稅單可能會讓一個家庭破稅 也會影響這個全家人的一個正常發展 還有一張如果說這個不合理的這個稅單 這個課稅的問題造成一個家庭的破稅 影響很多家庭正常的發展 所以我們也知道說 有些公司它正常的營運 但是它在合法合理的這個繳稅下 還被不合理的課稅的時候 會迫使我們這個公司也會結束營業 很多這個員工也會影響到他的就業 及生活的問題 所以呢我想大家也看到有時候 有些人如果說他刻意要檢舉你 甚至要違反人權來去用一張假照片 可能會讓你們的租產就會遭到查封 這個問題零零種種 所以呢侵害到許多人權的這個事件 背後有許多的這個弊案 尤其中華民國的稅法 是應該是正規正當的一個稅收 不應該是違反人權來徵收這樣的稅 然後就是以獎金制度來這個徵稅 這樣子的話違反人權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因為獎金制度 所以他們會被這樣子的獎金制度 來受到利誘惑 所以呢我們要揭發揭示國家體制的許多弊案 我們也要發出正義的聲音 一起來揭閉一起來翻轉正義 我們一起努力 因為台灣我們這些人民需要在這個環境說 好好的生活 我們要給一個家孩子 在沒有暴力的一個未來 人民才能夠安居樂業 所以家家才能幸福 所以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我們議員全力會來做這方面的把關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把不正當的這個一個稅收 這個獎金制度 我們一起來努力把它廢除掉 好謝謝 我們謝謝阮林軒議員的發言 剛剛阮林軒議員 其實講到獎金跟獎金的制度的問題 造成很多稅災戶 事實上在2017年的時候 龍蝦稅關裡面的第一名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有一個公司的張國雄先生 他追稅追到他前負責人 結果後來導致他們家 妻子的壓力太大了 然後後來呢 他的妻子後來就自殺了 然後他兒子就跳樓 那時候他就說這個國家機器 追稅實在太可怕了 所以我們真的一定要來關心這個問題 好接下來呢我們請我們的市議員 朱暖茵議員 那我們因為有隔板也可以脫口罩 沒有關係 好 好掌聲 謝謝 好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納稅者權利保護這個座談會 那我們各位關心這個納稅者權益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好 這幾年啊 這個不管是產業 還是我們的這個政府的效能 都沒有提升 但是啊我們的稅務單位呢 又仗著這個法律的依據 在很多的模糊空間 對人民橫加壓迫 那逼人民呢 用各種形式啊 來多繳稅金 這樣的這個巧取豪躲 讓人民啊 呃痛苦不堪啊 也相當的這個 呃厭惡 還有 呃 我們其實都知道前幾年齁 我們在審預算 我們經常齁 都有發現 這個政府啊 這個稅收啊 大量的這個超收的情況齁 那 而政務官呢 他們依舊利用這個 利用手段齁 來強迫補增稅收齁 稅款 像這樣的這個事情啊 層出不窮齁 呃 希望政府單位啊 能夠停止這種 呃 巧取豪躲的做法 立法院啊 也應該要來修法限制政府齁 啊 以清稅減政為目標 來改善經營環境 讓民眾啊 不再 呃 被這個擊中 又磕的這個 去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重視這樣的問題 像政府這樣的作為 都是讓 我們人民所厭惡齁 那我們 大家一起來努力 感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朱阮英議員 那 styleコ 議員也提了很多重要的觀點 那事實上 其實 納稅 是人民 國民一進的一 Saturday 我們都希望合法納稅 那最重要的是 像美国在1988年的时候 都通过第一代纳宝法了 然后到1996年是第二代 那事实上他们也是第三代的纳宝法 台湾才刚第一代而已 所以台湾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气 变得更好 那我们也很谢谢 很感谢三位议员精辟的见解 为民喉舌 接下来呢 我们会做专题的报告 然后我们专题报告之前呢 我们可以请我们议员跟我们的 李慧中教授以及刘弗龙教授 还有魏师聪教授跟蒋瑞齐律师 在台上一个大合照可以吗 好来我们请我们的专家学者议员 还有我们的里长 赵淑庙里长也请上台 我们一起来大合照 还有市议员林荣靖代表的黄文雄主任 谢谢您 请上台我们一起来台上大合照 那我们要不要起立好了 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了 赞成一整排可以吗 我们来赞成一整排 来我们一起过来 来我们一起过来 来我们议员教授 对我们赞一排 赞一排谢谢 人站前面 人站前面 我们来一起握着拳头 一起握着拳头 单枪帮我关一下 谢谢您 我们很感谢这么多为民发生的民意代表 也很感谢很多的教授 还有律师 还有我们的主任 还有里长 站在人民这一边 事实上我们政府是由人民所组成的 因为才会变得更强生 好 那我要退一点点 那我们一样 含我们的slogan 费奖金 护原权跟救援案 其实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也办了一场论坛 纳税者权利的记者会 好 我们来把口罩脱一下 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一个 纳税者权利保护的座谈会 那时候就写下了光荣的历史 那现在各位也是写下光荣的历史 我们来一起喊 被奖金 被奖金 护人权 护人权 救援案 救援案 对了掌声 可以吗 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 好朋友 可以吗 好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请那个 我们西屯区和民里的赵水苗里长 他一大早都来到这个会场 来关心这个座谈会 因为里长 是跟我们里民是非常的接近的 那我们现场也来到市议员 张静芬议员 好那我们一样先请里长讲话 那我们等一下请议员再帮我们讲几句话 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和民里的赵水苗里长 帮我们讲几句话 谢谢 谢谢 我们议员还有我们的学者 还有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好 相信今天都是为了要正义 我们希望说合法纳税 我在在地 在乡亲 大家都听到这个不合法的案例 我们都很害怕的 我们是一个小白色 有一个团队就有团队就有困难的问题 还有这么多人在帮忙都没法度 所以真的是要团阅 我们也是同样 高雷合法的纳税 一定要费奖金 护人权 救援难 当座平安健康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 老师 我们里长就是 他讲了一句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正义 我们是站在正义这边 我觉得这个正义是非常 对人民很重要 因为国家的限制来自于人民的信任 所以呢 我们很感谢里长来帮我们发声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市议员 张静芬议员为我们讲几句话 掌声 好 谢谢 我今天在这边看到我们年轻的这个罗廷伟 他很站起来 一起在这边和大家 共同的来关心我们这个纳税权力的保护座谈会 非常的敬佩和战场 各位这种站出来的勇气 因为要不然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政府我们发觉非常的奇怪 我记得以前在这个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他大声讲过 他说如果当权的政府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你可以大声讲出来 再听不到耳朵的话可以拍车子 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拍车子我们还透过法令还走上街头 他怎么可以再装容作哑的 这个就非常不对 那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在这边来维护保护这个权力 全民权力的纳税权力 这个是我非常尊敬大家的 希望我们大家的努力 但愿这个政府这一次睁开眼睛 这一次睁开眼睛张开耳朵能够听到 祝福大家 好 我们谢谢我们当进分议员的建言 那我们也是议会的副议长 颜立敏秘书蔡玉豪 那我们请我们蔡玉豪秘书帮我们讲几句话可以吗 好 我们很感谢我们副议长也一起来关心 那其实我们市议员林荣静代表黄文雄主任 要不给我们几句鼓励的话 大家掌声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我是林荣静市议员的办公室主任黄文雄 今天我们林荣静议员他也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特别叫我过来这边来开会 那我也知道我们的现在我们的人民 就因为这个政府过得不是真的是很辛苦 在法税改革方面 尤其这个税 缴了那么多的税 都不晓得是为了什么 那今天因为那个惠华找到我这边之后 那我就跟议员报告 议员非常的关心 这边我请代表林荣静市议员 跟大家能够站在一起 为我们的法税改革一起发声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我们谢谢黄主任 黄主任帮我们发声 那刚刚黄主任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缴了那么多的税 到底用到哪里去 对不对 那最近我们看立法院的预算里面 很多政府机关在编列 就是媒体宣传费都编了几亿元几亿元的 其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按照我们去年来看立法院的时候 事实上有很多的 就是这方面的预算是 可能就是增加了一倍五倍都有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人民都一定要关心 那讲到这个议题最重要的是 我们很感谢我们现场有来到很多的直播组 就是倾诉铃声 我们掌声一下 大家记得去点阅按赞跟分享 按小铃铛 对 这个是很重要 还有我们的那个 永久有神经直播组 其实我觉得 我站起来好了 我怕这个隔板挡到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如果政府做得好的话 是不用编列这么大量的媒体宣传费 因为人民信任他嘛 然后就会给他按赞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政府如何保护我们的纳税人最重要了 那因为等一下市议会要开会 所以等一下会有那个市议会的铃声的时候 代表我们的议员就会要离席了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议员其实很关心这个 纳税者权利座谈会 只是说我议员特别跟我讲说 他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以他们等一下会有离席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请我们 所有的议员来拍个大合照可以吗 所有的议员包含主任 对还有我们副议长的秘书 我们一起来拍个大合照 所有的议员们 好我们请到台前来谢谢 因为这个拍照还是蛮重要 因为这个会留下历史嘛 对这个很重要 然后未来我们在写历史的报告 还有书籍的时候 还有我们里长 里长也一起来 对 好现在这个是议会重要的时刻 我们来拍个大合照 谢谢 谢谢 謝謝他 謝謝他 好 我們在一百年的時候 付稅人權白皮書裡面 就有我們納稅者 全力保護的座談會的 合照跟合影 在那本書上面 就語談的專家學者還有我們的民意代表 如今我們的專家學者跟民意代表一樣 會寫在我們的歷史上面 所以我們這張照片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起來喊 備獎金 護人權 救援案 熱烈掌聲 謝謝我們的所有的議員 還有我們的民意代表還有秘書跟主任 還有我們的里長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論壇的部分 我們會前面的 這三個位置會給我們的專家學者 到時候我們再轉換一下位置 可以嗎 我們熱烈掌聲一下 謝謝議員跟 謝謝議員們的關心 因為台灣是代議政治嘛 所以民意代表的發聲非常的重要 因為真的是幫人民講話 然後 北於基的職責 我覺得真的要很感謝他們 謝謝他們的幫忙 在我們的立法上面的關心 先邀請我們的講師 教授來到我們的前方 這個位置 先來 好 那我們第一場 也跟所有的 我們與會的嘉賓 報告一下 因為對不起 我們現在市議員正在開議的期間 待會我們是在八樓 那如果這個會議結束以後 大家可以到九樓的觀禮師看我們在質詢 那也請相信我們 我們配合這一次的會議 絕對不是一個結束 而是我們合作的一個開始 我們一定會與大家站在一起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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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熱情掌聲再大聲一點 謝謝大家 謝謝議員 議員加油 我們來一起喊法稅真改革好了 法稅真改革 好 再掌聲 好 因為我們前面的位置有限 所以我們會三位 三位三位的專家學者上台 首先我們會先請 首先我會先請德國歐斯納布魯克 大學駐台教授 蓮芙蓉教授 國立中心大學法律系教授 李慧中教授 府仁大學氣管系助理教授 魏世聰 魏教授 那我們每一位專家學者語談的時間 總共有十五分鐘 在十三分鐘的時候會響鈴第一聲 在十四分鐘的時候會響鈴兩聲 在十四分鐘的時候會響鈴兩聲 當響鈴三聲的時候 請我們的專家學者就可以準備停止發言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先請 李慧中李教授先發言 謝謝 好 在座 好 在座連教授還有魏教授還有蔣律師 還有敬愛的主持人 還有在座各位的前輩大家早安 好 好 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也很榮幸也有這樣的一個場合 跟大家報告一點這個 有關納罪者權利保護的一些規定 跟它可能會產生的一些問題 我先做一個前幾天 那麼我一個朋友 那個檢察官 就問我一個問題 拿掉嗎 就問我一個問題 那麼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冤案 這個冤案的過程呢 跟這個所謂的房地合一稅有關係 我們的房地合一稅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現在房地合一稅 基本上是在民國105年 那麼大概五年前 開始這個施行的 那房地合一稅呢 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基本上是為了打壓房價 希望呢 這個 一般人呢 不要把房屋當做一個 投資的標的 當做一個炒作的標的 就在兩公約裡頭 有特別明文規定 國家應該自律於 不可以把呢 房屋啊 我們一般的住家的房屋呢 把它商品化 房屋有很多種 有廠房 有呢這個營業用的呢 辦公大樓 有住家的房屋 那麼公約裡頭呢 特別提到啊 不可以呢 政府不可以呢 讓房 住家用的房屋 把它商品化 希望呢 它不要變成我們 這個 這個投資的一個標的 那麼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 但是我們有沒有這樣做呢 基本上我們歷來 那麼 投資房地產是一個 保值的一個方法 所以大家也都呢 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是呢 可能呢 在一百年左右呢 開始房地產 有蠢蠢欲動的跡象 而且呢 越標越高 所以呢我們當時候呢 制定了兩個重要的法律 一個法律叫做奢侈稅 奢侈稅呢 那麼其中一個標的就是呢 那個房屋 那另外一個叫做呢 房地合一稅 從一百零五年開始 那我講的就是呢 房地合一稅 因為呢 這個奢侈稅 在一百零四年的時候呢 就停止試用 那一百零五年開始 實施呢 房地合一稅 就是呢 要做房地買賣 要做實價登錄 然後呢 要如果呢 短期之間的買賣 要課呢 那個百分之四十五的稅 大概就是用它的呢 這個房屋的平地限制 跟土地的公告限制 的百分之四十五來課稅 那課起來就很重 好 那我講的這個案例呢 那個 這個檢察官的朋友 就問我說 他說有一個 這個三代同堂的一個家庭 那麼一個公公 一個兒子 一個媳婦 還有一個小朋友呢 住在一起 那麼一家人呢 那麼相依為命 這個公公呢 因為呢 這個做生意也不太順利 所以就欠人家很多債 但是這個媳婦呢 很孝順 結果呢 那個 把呢 這個跟娘家呢 這個商量好 就呢 希望你娘家也提供一些協助 那她真的呢 這個媳婦真的把呢 那個 娘家借了錢拿去呢 這個幫這個公公啊 把這個債務還掉 那以這個標準來看呢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媳婦 是啊 這個無話可說了對不對 好 那個 對老頭廚呢 拔廚來呢 那個幫助呢 富家 結果呢 這個 這個公公為了 為了感念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覺得啊 這個 這個家裡有一棟呢 二十年的走廚嘛 就說呢 好吧 那我就把這個呢 房屋呢 登記給你 第一個呢 作為一種呢 感謝 第二個作為一種呢 那個 類似呢 信套 反正這個也是呢 你們家裡 那個 將來一家子要繼續呢 生活的地方 這還算是還蠻正常的 於是呢 就在呢 去年啊 那麼年底就把這個房屋呢 這個過付給這個媳婦 用正語的名義過付給這個媳婦 這樣做好不好 在以往的情況不會不好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做法 但是啊 因為有房地和一歲的關係 這個呢 做法這麼一個 具有人情味的做法呢 卻變成一個呢 它的災難的開始 因為我們的房地和一歲 那麼規定 在所得税法第四條之四有規定 如果呢 在一年以內 那麼這個買賣房屋啊 就要課呢 百分之四十五的稅 用房地和一的這個 幾乎這個價格來課房地和一稅 好 那麼去年底 他把它呢 過付給這個媳婦之後 那麼 剛好碰到這個疫情 這個這家裡呢 經營的餐廳 哇 那個餐廳的生意在去 今年的五六月份的時候呢 非常的慘淡 非常的嚴重 結果呢 債務 以前的債務還金了 但是呢 那麼新的收入沒有進來 沒有進來怎麼辦 沒有進來 只好還是要賣房子 最後還是要賣房子 結果呢 這個賣房子的時候呢 就碰到這個問題 好 那個去年年底 受證登記這個房地 那今年再把它賣出去 不就在一年之內嗎 好 一年之內就呢 課百分之四十五的稅 幾乎是一半的價格 要全部呢給國家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 我們說呢 這個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 這個規定 跟第四條 那四支 所得稅法四至五條 有這種除外的條款 除外的條款是呢 它規定 如果是呢 個人 或者是登記給配偶 或登記給未成年子女 他就可以不用課這個 房地合一稅 但是如果是呢 登記給其他人呢 媳婦 現在媳婦就不是未成年子女 就跟第那麼 再跟第這一條 他呢 稅務局就把這個稅單開出來 要呢 課他呢 將近五百萬的稅 他們就 他們就為了這個 生活呢 五爪 那麼必須呢 處理房地產 結果呢 卻被 國稅局這樣課稅 那你說國稅局這樣課有沒有錯 法律條文就這樣規定啊 如果你是呢 移轉給配偶沒問題 移轉給未成年子女也沒問題 偏偏就不應該移轉給媳婦 現在移轉給媳婦 媳婦再賣掉 這個媳婦就變成呢 炒房 炒房是一個呢 嚴重的 止災 可是呢 在這個案例裡頭 一點都沒有炒房 它是因為呢 生活過不下去 所以我這個檢察官呢 朋友呢 就問我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因為呢 稅捐呢 是呢 法定義務 法定義務就是看法律的構成要件 那這邊所碰到的問題是呢 房地合一稅 本來是為了打壓房地產的投機 短期之間買進賣出 通常是在呢 那麼一般的新建的房屋市場上 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所得說法四至五條 就特別規定 有一些免除 但它免除的條款呢 規定的不夠 嚴密 那麼沒有把那種 不是投機 那個取巧的那種 為了賺取 那個短時間 那個買賣價差的這一種呢 那個房地投機的情形 把它排除在外 所以這個 這個個案呢 就變成一個呢 非常冤枉的 稅災案件 那我們說從法律的觀念來看 這個法律的觀念 這個地方呢 會涉及到一個 叫做呢 應該呢 排除而沒有排除的案行 完全沒有呢 投機的情形 所以還是要被課 那麼重的稅 等於是投機稅 這種投機稅呢 這是一個立法的問題 所以我們說 稅法的問題呢 從立法面 到呢 這個征收面 到呢 後來的後端執行 都有非常多的問題 那可能太極門碰到的呢 這個冤案啊 是呢 在執行面 它不是立法 立法一點都沒有問題 證與稅本來就 如果是證與 就不應該課稅啊 那是呢 依據呢 所得稅法第四條 那麼第一項呢 第十四款 它是一個 免稅所得 好 那麼 這個問題是呢 在課徵的時候發生問題 那有時候呢 會在後端 那麼這個執行 發生不當的問題 那我剛剛舉的這個個案 確實呢 很巧的就在那 前端立法 稅務立法呢 發生問題 那稅務立法 通常會有個 稅務那個政策 打房這個政策 透過呢 那個 稅法的規定 來進行打房 我們說 它在法律秩序上 站得住腳 站不住腳 嚴格說起來 並沒有不對 很多國家 都會透過呢 稅務 那個 稅法的規定 來引領某些 能不能實現某些政策 這個政策是對的 但是錯的是呢 立法的規則不對 我們說一般法律 有兩個重要的觀念 一個是呢 要有一個基本原則 一個要有規則 規則是在條文 用白紙黑字寫出來 那個叫規則 原則就是呢 有一個呢 重要的呢 希望達到的立法目的 那個叫原則 現在為了打房 為了防止呢 房地產的投機 去立這個房地合一稅 這個本身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 你這個規則立出來 你的排除條款 有沒有排除的夠多 把沒有投機的情形 都應該把它排除掉 理論上要這樣子 結果呢 有沒有這樣子 我們的那個 排除條款有沒有夠 那個充分 把那個沒有投機的情形 把它排除掉呢 我們說沒有 在這個案例裡頭 就看出來它是沒有的 所以呢 那麼這個案子呢 那麼我就跟我這個 檢察官的朋友呢 建議 就大概呢 要進行訴訟 訴訟呢 要請求呢 第一個 在法學方法論上 這個叫做呢 隱藏性的法律漏洞 該除外而為除外 或者是除外的不夠 的確有除外條款喔 但是除外的不夠 除外的不夠 就變成呢 按照法律的文藝課稅 就形成一個呢 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這個個案上面 是一個 那個相當糟糕的 結果這個 納稅 我們說 從納稅者 權力保護的觀點來看 這樣的一個個案 要怎麼去救啦 要怎麼去救 那麼說 如果它是一個法律漏洞 而且是隱藏性漏洞 稅務機關是可以呢 根據這個規定 根據稅務 那麼所得稅法 這樣的一個立法 那麼精神 來做限縮的 其實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呢 一般的稅務機關的人員 大概呢 沒辦法做這麼深入的 那麼研究 因為他們只看文藝啊 那麼法律條文呢 就不能夠只剩下文藝解釋 如果只剩下文藝解釋呢 就產生一種呢 那麼那個惡法義法的結果 惡法義法 絕對不是呢 實質法是國家的一個要求 那麼這個時候呢 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呢 要透過呢 法律的適用 解釋跟適用 限縮 那麼這個 把這種呢 沒有房地投居的情形 把它排除在外 才可以 那我也建議 我們這個 這個檢察官的朋友呢 要進行訴訟 那麼這個呢 我們學者在這個地方 如果呢 有機會呢 幫他出具一個呢 建定意見書 說不定在行內法院 還有呢 那個翻盤的機會 希望可以這樣子 好 那麼學者的工作啊 就是呢 思考問題 那麼提出問題 最後呢 也希望可以呢 透過食物解決問題 一般而言 我們說法律呢 那麼出生在立法院 在地方機關 就出生在議會 那麼法律呢 出生在立法院 成長呢 是在法院 他能夠呢 繼續有生命 就是在法學院 好 act 的 我們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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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刘四周的议员 因为刘议员他敢去议会 我们再谢谢他掌声一下 谢谢议员 加油 议员加油 好 我们来跟议员跟我们的教授们一起合个照 好 那我们一样那个 我们的slogan就是 废奖金护人权救冤案 好 我们借给我们的右手 好 好 好 来一 来一二三 被奖金 废人权 救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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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议员 好 还有我们的牌子 对 好 一样这个牌子 我们这个照片是写历史的 大家一起来写历史 好 我们法税改革的里程碑 就在每一位的付出 来 一起费奖金 费奖金 护人权 护人权 救冤案 救冤案 好 谢谢议员 谢谢教授 好 议员加油 好 刚刚李慧中李教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国家财税机关依法来 依法来克征人民的税收 让人民也合法依法来缴税 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 可是前一战子也是监察院的陈菊女士 有讲到说 其实我们在行政机关在执行的时候 也要兼顾人性跟人权 那其实刚李教授提的这个案子 其实反而是一个利益良善的好事 结果因为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缺陷 就造成人民要背负这么大的一个税单 然后背负这么大的一个 我觉得是负担 所以其实所以我们的立法者 跟我们行政机关真的要 要审慎的去和看我们 和客我们人税捐的时候 必须要兼顾人权的保障 那我们现在到了 我们现在人和里的里长张永 和里长也到我们现场 那里长要不然帮我们先讲几句话 好 里长很客气 那因为里长亲自来到现场参与 其实就是来给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们也掌声一下 谢谢里长 好 那李慧中教授刚刚讲这个例子 我有想到一个案例 就是李永贤先生 他是一个首购族一个青年 他当初就是因为买了一栋房子 后来付出贷款 他就是卖掉 卖掉的时候赚不到十万块 因为付了什么地价税啊 房屋增值税啊 土地税啊 还付贷书的费用 结果因为他在一年内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个奢侈税的条款 结果他就被克了一百多万 然后加罚一倍 克了两百一十六万 事实上他赚不到十万块 才是付不出那个钱 那是我跟李永贤先生接触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问他说 那他现在是怎么办 他说他现在每个月跟行政执行署 就是扣他两 二点二万 我说那你的工作怎么办 他说他一个月要做二到三分的工作 才有办法 所以这对我们的青年来讲 对我们首购族的青年 还有我们创业的青年 其实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台湾的 后来那个奢侈税这个法律也废掉了 可是这个税单 李永贤先生还在缴 对 所以其实对他来讲是极不公平的 好 因为 听了李教授的讲了 所以我就想要这个案例 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 福人 我们的德国欧斯纳布鲁克大学 驻台教授 莲弗龙 李永贤先生 灵教授 郭文贤先生 好 我习惯用赞啦 而且另外一位也非常感谢 對大家要表示我最大的敬意 納稅者權力保護法在還沒有通過之前 我們在立法院有辦過公聽會 在立法院蔡玉宇委員 她是有特別召開公聽會 但是在那裡我們就注意到一點 就是說民進黨的黨團禁止所有的立法委員來參加 在那樣的一個納稅人保護法的公聽會裡面 我們知道像台中市議會或是立法院開公聽會 德國叫做Evnliche Anhörung或是Open Healing英文講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立法傳統 就是說人民要了解政府在立法的時候有很多 這個你立了一個法 平常這個法會變成惡法 所以在那裡我在立法院就有注意到一點就是說 我那個講題就是說本來是要保護納稅人的納稅者保護法 結果我在那裡把它稱作納稅者加害法 那這個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說一個納稅人保護法 第一條就是說 因為納稅的保護法 是要保護納稅的基本人權 其實就是要保護他的納稅權還有他的財產權 那我跟隔壁這個帥哥呢 我們在八月呢在行政執行總署 我們兩個占了三十一天 那就是要希望透過陳情 透過請求透過聲明這個太極門 這樣的一個請這個行政執行總署呢 能不能考慮所有五年的稅單都已經取消了 是不是這一年呢 也要按照這個納稅人保護法來取消掉 結果站了三十一天 結果在八月二十一號 在苗栗執行署呢 就把五十多筆土地還有三個道館的全部查封 全部這個變成國家的財產 所以我在那裡呢 我講了一句話 我說我今天在行政執行這個苗栗分署呢 來見證了國家犯罪的現行犯 所以我們在執行總署呢 還有在苗栗 然後在財政部 包括台中的財政部 我們也來抗議 那台中的其實台中這個地區呢 中部的其實是納稅的重災區 那天有一個人就報告了他 他說他這個工廠在大陸 結果呢 那這個台中的分署呢 就開了一張三十萬的稅單要划他 他說我又沒有違法 為什麼要划我三十萬 結果呢 第二次說想一想他必須要去大陸照顧那個工廠 因為會被禁止這個出境 結果他在去的時候 他說好了我三十萬交了 他說對不起啊 現在變成三百萬了 所以你就看到國家的犯罪呢 其實是在每一個行政財政部的分屬 然後執行的分屬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呢 都充滿了這種罪孽 所以我說國家已經變成了 有牌的強盜 所以在基隆那個陳經旭的案子 他為了一萬八的罰款 去查封他250萬的房子 最後由於陳志龍老師 還有監察院的調查 結果才勉強還他 所以在這裡呢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剛剛李教授所講的就是說 國家在立法面 在執行面 尤其是行政總署這裡呢 各位可以看到 台灣的稅法設計呢 其實是一個 台灣的稅法設計 其實是一個陷阱 怎麼講呢 就是說兩公約以後呢 兩公約人民的基本權呢 包括這個所謂的訴驗權呢 在台灣訴驗權就已經被取消了 我們租稅法 你只要要訴驗 你要繳一半 那在繳一半的時候呢 其實這裡已經 已經不是只有立法面 其實他已經執行面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不繳一半的時候呢 他會告訴你說 啊你不想訴驗啊 所以你又不想繳稅 好我從現在開始就查封你的房子 這是第一點 就是立法面已經用 訴驗要繳一半來取消人民的訴驗權 那在兩公約裡面 各位不要小看兩公約 2009年兩公約是有憲法未接 我們現在很多法官在判案的時候 都已經用兩公約的標準 那兩公約裡面 跟德國的憲法裡面所說的 人性遵延不可欺換 財產權不可侵犯 住屋權不可侵犯 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基本公約 兩公約跟德國基本法 還有聯合國的這個 所有的人權保障條款 最重要就是說 人民生活的一個基本權利 所以基本權的保護法 其實是納稅者保護法的 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所以你做任何事 國家做任何事 要牽涉到人民的住屋 人民的土地 人民的帳戶的時候 首要的條件就是要保護 人民的生存權 所以德國1995年 就已經頒布了 憲法法院已經頒布了 就是說國家對人民的任何主張 都不得超過他總財產的一半 這叫做生存權的保障 那你看陳經信那個案子 是超過一百倍 然後太極門的沒收也超過十幾倍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執行面 在執行面有他無限的權利 可以隨便決定 說我現在是要十倍 我要一百倍 所以當陳經信這個案子 被所有媒體揭露以後 大家才知道 哇原來這個財政部執行署 是一個筷子手 原來他們的心狠到 可以為了一萬八 他們家不是有冰箱嗎 他不是有沙發嗎 他不要小的 他要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國家是有牌強盜 所以今天為什麼 像我們的很多里長很多議員來 各位一定要睜大眼睛 因為他不斷地用解釋含領 你知道台灣的解釋含領是創世界紀錄 台灣的解釋含領超過八千多條 那這個解釋含領中間要解釋什麼 我本來諸稅法只能夠允許政府要儲啊 他們只能夠變兩倍而已 可是在解釋含領他可以說十倍 也有一百倍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台灣已經變成 面臨一個違反兩公約的國家 那最近8月21號 太監管財產被查封 8月23號大法官竟然宣佈什麼 港產條例是核限的 那這句話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後面包括什麼 他就是允許行政機關 像財政部可以沒收人家的財政部執行署 都可以用好像有司法權一樣 準司法權 所以他要把你財產全部沒收 然後增加是你應該繳了幾十倍 所以這個是非常明顯的為人權 為人權為人權為財產權的 那為什麼這個包括連司法院大法官都淪陷了 就是說他們認為呢 這個行政機構去沒收人民財產 這個不違憲 所以台灣還有像水利會也是一樣 水利會一夜之間十幾兆的財產 全部變成國有了 所以其實這個黨的執政呢 他已經變成一個有牌的強盜 所以為什麼納稅者保護法會同樣立一個法 為什麼變成加害法 因為在裡面呢 本來對人民追稅呢 他不但沒有加上這個處罰的門檻 他還怎麼樣把追訴人民的稅呢 從五年延長到十五年 假如用在太子門的案子呢 就是說你要打贏官司以後 還可以追你十五年 那其實二十四年的財產都已經被他沒收了 他還準備再加一個十五年 變成三十九年 所以這個國家的立法院 其實就是在立二法的地方 他們弄的法律其實是在處罰人民 他們的行政執行署呢 是叫做超加滅祖的這個執行署 所以為什麼納稅人保護法 這個法稅改革呢 為什麼認為呢 必須要在全國各地呢 去舉辦公定會 要讓各地區的所謂的議員都知道 這個國家從立法面 從執行面 從財稅面 都是叫做超加滅祖式的 一種國家財稅制度 所以假如兩公約裡面所說的 就是說行政立法司法都是來自於人民的授權 那假如這個行政立法司法 在兩公約之後 他會必須要變成人權憲政的機構 那什麼是憲政的機構呢 行政立法司法都要變成保護人權的機構 但是在台灣在開倒車 讓這個不當黨產委員 一個行政機關可以沒做財產 讓這個財政部還有行政執行署 他可以無限上綱的超加滅祖 這樣的話 這樣的一個事實呢 已經變成一個 一個有牌的 這個國家已經變成一個強盜國家 所以法稅改革為什麼很重要 法稅改革其實要喚醒 人民是這個土地的主人 人民是這個行政立法司法的授權者 人民是必須要為了自己的權利 為了自己的財產 為了一個居家自由 來保護自己的未來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下一代 一個安全的一個財稅制度 所以我們這個法稅改革 這個列車已經啟動了 所以我非常歡迎像台中 像新竹 我們上個禮拜也在新竹 結果我們去新竹看到什麼事 我們拿陳情書 要去市長辦公室 他不但不出來 有一個議員還告訴我 他說新竹呢 是全國呢 就是禁止人民 違反兩公約的 禁止人民遊行 禁止的次數呢 全國21次 新竹禁了15次 然後新竹還有更過分的是 有人要陳情 在那邊跪了兩個小時 那個市長就是不出來 所以台灣 假如想要成為一個乾淨的 安全的一個住居 法稅改革是勢在必行 所以我們 我不辭辛苦了 我趕在財政部面前站31天 在行政執行總署站31天 我站在那邊呢 我說我們是人民 我們是這一塊土地的主人 我們自己要先出來 伸張我們的正義 但是呢 行政執行署呢 他有門 可是有60多個警察 站在那邊 到了第31天的時候呢 我進去跟所有的警察握手 我感謝這些警察 31天裡面沒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執行官出來接受陳警 裡面沒有一個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然後最後還是把財產沒收了 所以我告訴各位 我們這樣的一個法稅改革 納稅人保護法 人權保護 必須要成為全民運動 要所有議員都知道 你在質詢 你的時候 其實就是為了保護台灣人的基本人群 在執行 所以這個法稅改革呢 希望大家都來參加 然後我在法稅改革呢 至少有超過100場的現場演講 所以我在台大 每個學生只有500個人 可是我現在台灣呢 可能有超過十幾萬的學生 所以這是一個歷史的使命 大家知道 假如這個惡法不除掉 這個數驗權就是空談 假如不去限制這個處罰的屋頂 那行政執行署跟財政部 永遠會變成超家滅主的一個機關 而不是保護人權的機關 所以人民一定要全部覺醒 要自己告訴自己 我們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不允許人來查封我們的房子 不允許財政部來隨便開稅單 不允許為了一個1萬8 去查封一個房子 雖然監察院已經把1萬8 這個陳清序的案子 說要列入人權教材 我告訴各位 全台灣每年都有十幾萬這種案件 只是很多人 他是沒有能力像太極門一樣出來抗議 所以我們要認識台灣的真相 台灣要靠我們每一個人 去把這些惡法修掉 然後我們這個台灣 將來才會出現光明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其實就是我們在國稅局跟行政執行署 前面就是陳請 陳抗 我自己那時候上班也是請假請到沒有家 就是想盡辦法 那時候剛好天氣也比較熱 我那時候稍微有胖一點點 現在有瘦一點點 可是我想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只是要爭取最基本的人權而已 這是最基本的 那其實我們都很樂於繳稅 我們都依國家的法律 那我比較不能夠理解的 剛剛我聽連教授講 我比較不能夠理解就是 當一個明明就是不存在的稅單 一個假的稅單 它可以五年 十年 十五年後 把你拍賣掉 甚至二十幾年之後 還可以查封你的財產 這是我沒有辦法去理解的 就算法醫院還給人民清白了 十幾年後還是可以把你的土地跟房子給沒收 我覺得這國家的法令真的是需要做檢討 另外一個剛剛教授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21條 就是說 就是在撤銷變更裁判期的十五年內 政府還是可以追人民的稅 我覺得這是完全違反 稅政經濟法五年的合格期限 大家知道嗎 國家賠償法不過也是五年 為什麼可以十五年 這是我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的 所以這個是的確必須要做檢討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輔仁大學氣管系見證助理教授 魏世聰 魏教授 文文宇談 謝謝 大家好 我們今天主要的議題就是 納稅者權利保護 另外我們這個主要的訴求 我們就是廢獎金 付人錢跟就業案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廢獎金大家比較能夠理解 它就是要廢除稅務獎益金 以及廢除執行獎金 那針對我們所謂付人錢 付人錢其實對人民最重要 對國家長治久安最重要的 維護憲政就是財產權 人的生存權 包括言論自由 包括人有遷徙的自由權 我想這是跟每一個每一個人都有關係 但是以最近我們所看到非常多的案例 包括我們剛才比較多在講的 那個都是違反財產權的問題 他都需要人民去幫幫幫他 他是一個冤案 另外我們談到了舊冤案 冤案裡面有幾大類 一個叫碎冤 一個叫做費用的冤 另外一個叫罰冤 罰款的冤 這三個我認為是台灣最大的冤 那數量非常的龐大 那我們來看立法 我們看一些檢視一些法律的 立法的第一條 基本上他都講得非常好聽 但是最後立到法的後面都放槍左板 我還沒有欣賞過台灣有一個法律 我會拿起來跟大家講這個法律立得太好 我真的找不到一個法律 我真想找到 我們李教授是權威 我真的在權威的前面 我可以從一個不是從法學裡面的那個 那個歷史經歷裡面出來的 我相信我是比較接近所謂的接地 接近人民的 我們來看有一些法律第一條講什麼 他通常會這樣講 他是為了保護什麼什麼什麼對不對 保護合法這樣 另外他說為了實現公平 為實現正義 為了落實憲法 為了落實公平正義 為了防止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這樣 那我們回到我們納保法 納保法第一條 他呢為落實憲法生存錢財產錢之保障 有沒有 那十四三年來啊 他有保障到嗎 剛才這些有保障到嗎 那些已經是冤的有沒有保障到嗎 本來不是冤的現在變成冤呢 他沒有辦法防止啊 沒辦法保護啊 這代表這個法是有問題的嘛 必須要大修特修嘛 我絕對主張都是要大修特修啊 那我也跟當初立法者幾位的專家 他說先有再求好 現在有求有 然後三年後啊 不知道好在哪裡啊 當然也有人 當然也有人 基於一些 認為 該鼓勵有總比沒有好 但是啊 如果他沒辦法真正落實他 保障憲法的財產權等等 這些納保者的權利 那那個法鐵定是要快點修 那這些問題 你難道不知道嗎 行政當中不知道嗎 立法委員不知道嗎 學者專家很多人都知道啊 他苦力量啊 這些權力都不在他們身上啊 有時候說一說好像告譜一回家 人民啊 所上拿的是一個什麼 芒草 對抗的是一個啊 有戰車對不對 有供權力 他可以發布很多的新聞來抹黑你 他有槍到炮火什麼都有 人民根本就一點力量都沒有啊 你完全不是以民為主的啊 人民的聲音你要聽啊 你不是有很多的管道嗎 建議嗎 平台嗎 人家提上去啊 都是被行政當中打槍的 沒有一個會過啊 今天都弄一些欺騙社會的事情 我相信這個以民為主跟 維護人錢這樣的東西 絕對不能掛在水上 因為你有沒有做得出來 沒有做得出來 是必須接受人民的檢驗 我相信我們這些議員 我非常寄望我們的議員跟立法院 這是最重要的民理的機關 如果這個民理機關 如果很接地氣的 你大聲給它打得沒關係 它不改人民會起來跟你幫忙 大家會合力啦 好我們回到納寶法 剛才第一條講了 為了立這樣的法 所以他的目的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再來他第四條是什麼 維護基本生活會 剛才這些例子啊 多少人已經沒有生活啊 李永賢如果他找不到工作啊 他生活會不會陷入大困境 他連養活他都有問題啊 他可能要去打工啊 台灣說你還要扣他三分之一的薪費啊 人家打拼去做要來翻身呢 你政府拿工錢力把他拿錢 這種錢你拿下來 真的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看不下去啊 還那個法都已經被廢掉了 受害的人還繼續被受害 在全部的案子呢 檢察官被要求重言究責益處 十年後沒事當官 人家師徒被繼續破壞二十四年 還往二十五年的方向走 沒完沒了 這叫實現公平嗎 納寶法 納寶法你要幹嘛 納寶法你要出來講話啊 納寶法不是死人耶 納寶法是火的法耶 現在的法耶 你當死人在用啊 真是很鬼扯啊 還有一個啊 納稅得啊 一級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間啊 多少人沒有實質負擔能力 你要他負擔稅間啊 現在的疫情啊 那多少的店家餐廳啊 旅遊一大堆的 甚至沒有收入啊 收起來倒閉啊 他沒有收起來的時候 還在那邊苦苦相談 當初你開著人家的營業稅 對 不管是小額那些營業稅 幾千幾千每個月在繳 你現在不會主動退下來嗎 你應該免繳才對啊 你站剛在那邊說 禮拜天禮拜六 你生理這麼好 我要給你翻一萬 你現在呢 你不去騎嗎 頭上都沒人啊 你不去騎嗎 這老代真的有問題啊 這些養這些公務人員啊 這拿我們的俸禄啊 心態心態有問題 大有問題啊 人民要覺醒啊 我真的有時候講了齁 希望大家都可以聽得進去 雖然我講得比較大聲 但是都是為了台灣好 真的是問題重重啊 我講大家最容易聽得懂就好了 講在深的啦 其他還有啊 我們再講一條啊 二十條啊 你用一個那個 那個納寶官啊 哪有這樣的納寶官啊 全世界只有台灣是這種納寶官啊 你立法委員 你財政部敢丟這個出來啊 丟人現眼啊 你跑到國外去那邊看塔 去那邊訪問訪問 訪問到哪裡去啦 訪問到什麼 去觀光嗎 寫個報告照鈔嗎 被人家抓包嗎 這種事這麼多啊 還有你看啊 課稅處分啊 如果啊 從課稅到時候 經過救濟啊 被 被法院啊 根裁處分啊 之後十五年你不能再課稅啊 所有法律啊 稅法是五年七年了 我們所謂的刑 那個 那個 訴審法是八年了 要命了都八年了 要錢了又加十五年了 這個是啊 納稅者殘害法 又加了一條 沒有保護到啊 你又加了一條 從課稅那一天起 八年你就要結案了 哪有還到法院才解決 你法院都是二十年了 再加十五年了 你還有十五年寬放 要笑話嗎 大概三十五年耶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一整個 開桌的人 對面早就退休了 輕鬆掉了 也領得倒掉了 你要追究還超過十年了 怎麼可以搞這種飛機呢 真的是喔 武器 武器嚴重的不平等 人民手上是赤手工錢 拿一隻蟲子 這樣 順不疼 但沒聲 公務器官啊 隨便喊一個 你要嚇死啦 對不對 找一個警察 跟你現行犯抓了 對不對 你就啊 這個壓力正厚勤的 要住院的 高血壓的 同時可能有人會一併不起 公權力可以這麼沒有人性 實在是有多方妙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立法 立法的問題非常的多 立法法案問題重重 執法問題重重 就替問題重重 你靠哪一條來保護人民啊 你憲法在那邊幹什麼 沒有人遵守啊 遵守都是表面啊 說好聽啊 婦立堂皇啊 我們要一個人權法院 我們要人權 我們要稅務法院 專業法院 所有的法官 警衛法院的法官 通通換一張給你 田下官有這種的 這樣事情做得出來 今年幾休息這樣就可以拿一張 對不對 人家外面任何一張的國際的證照 沒有發幾萬塊 辛苦去那邊 上課了三四五十個小時 甚至四五門課 然後呢 K了半年 然後還要考過 以後還要維護 你這樣 幾點鐘的講習啊 頒一張專業稅務法官 稅法那麼容易幾個小時就弄好了 那你的行政法院 就不會被人民笑死啊 所以你是一個啊 拜事務法院啊 你不懂稅法 專家都這樣講啊 不是我們講而已啊 這樣可以搬那個 那他也反應這樣去搬 那這樣敢拿 如果我絕對不敢 我乖乖去思考 如果好我才敢去 那些事情 沒有齁 沒有齁 那些事情齁 都自己要負責 好啊法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納保法裡面 真正保護納稅者的條款 太少了嘛 執行的細則也沒有嘛 開放財良空間給你們嘛 違反的又沒有法則嘛 所以這個保護誰啊 到最後還是保護稅務人員啊 沒有保護到人民啊 保護人民的條款 少之又少啊 在稅政積政法 行政成績法裡面都有啊 有利不利都要注意你 你納保法拿來講幹嘛 你就從來不注意寫在那邊 你還是不注意啊 你還是不注意啊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才講這個問題裡面 我盤查了222種法律 其中 針對公法公權力行使 最重要的23種法律 法律裡面有1615個法條 對公務人員違反裡面的任何一個法條的懲處 只有14條 1615條裡面只有14條 佔了0.87% 這樣的公法行使對人民的懲罰條款 還有附帶147條 佔了9.1% 最重要的有一些法官檢察官所得 法官所得 強制執行法檢察官 倫理所得檢察官 違反偵查不公開 公務人員懲戒法 檢察執行法 強制執行法 公務人員中立法 包括剛才的納粹者 檢察執行法 沒有一條懲罰公務人員 這會造成台灣行政權獨大 行政難權 所有監製屋機制 失效失能 最重要的破口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也呼籲 從事法協或是立法的 包括議員 希望在這個地方 能督促各區的立法委員 還有包括我們的律師 一定要結合起來 你要出來打勤架 或者你根本力量都很小 絕對要出來跟這些打勤架 因為這些法律都是不對的 對立施的法 總共有22條 不是22條 立施法 立施法總共有145條 包括執行細則有29條 總共對立施的懲署有27條 法官檢察官0條 對立施27條 合理嗎 那你立施手上就等於什麼 沒有什麼 等於沒有什麼 你到法庭裡面沒有什麼 你完全沒有可用的武器 這是非常誇張的 那我們針對所謂的獎金 這些早該會的 你不應該通過 立法院的預算中心審計部 包括兩黨的立法委員 你們都曾經在你下野的時候 你都要主張這個沒有法員依據 應該要廢除或刪除 立法院的預算中心更多 這不能再提了 沒有人在鳥 沒有法院依據你可以領獎金嗎 他已經有薪水有連動獎金了 你怎麼可以用那個 跟他工作直接相關的 這違反公務院倫理法則 你不能除自己跟他人之利益 都當耳邊封 定義都沒有 違反又怎麼樣 立法院通過 我依法有據 我照領 人家質疑你 你不行啊 你這樣 妨礙我的名義 人家不能問你嗎 李貴芬這個案子 是最明顯的 你就用公權力 來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人民監督政府體制 公務人員行使 本來就是依法有據啊 你可以用這樣的 強大的公權力 來抓一個60歲的志工媽媽嗎 這是非常離譜的 而且你的抓捕過程 都是違反程序 這個我就不再說了 前幾次的直播 我都講得非常清楚 那我們現在的稅 不斷的要操增 不斷的要想辦法去增加稅 固然需要 但是心態不對 你多找的稅 是讓你多花錢 把錢花光光 這就完全不對 因為我們還有債 你都沒有去還債 你的預算有問題啊 怎麼可以用什麼 稅入成長率都要高於 那個稅出成長率 也就是說我拿進了錢 跟花出的錢 我這邊要一來一多 一來一多 這邊才會 花的錢要少於這個嘛 所以我會有積蓄的意識嘛 結果不是啊 次次一大堆啊 歷年來啊 幾乎都是次次比較多啊 沒有次次很少啊 這個109年的預算啊 總統跟行政院都跳出來講啊 我們是20多年來啊 第一次平衡啊 所以代表過去所有預算啊 我們總統也知道了啊 打槍啊 行政院長你也知道打槍啊 那你們以前都怎麼說 叫胡說嘛 而且啊 不該發的錢就不應該花嘛 不是我現在為了發更多的錢 我去找更多的稅嘛 這樣道理對嗎 我經濟有沒有成長啊 人民所得有沒有增加 人民儲蓄率有沒有增加 人家戶手都有沒有增加 都沒有增加 情況下 你的每個人的稅戶的成長力 不斷的提高 這代表什麼 不斷的降人民拔毛嘛 那你怎麼還在那次次預算 賺多少 買多少 不斷要存一下 不是這樣道理嗎 你再提高得多錢 然後開高得多錢 做一個膨脹更大 組織又升級 職位升級 人數升級 所有人規模升級 升級這些是企業人民嗎 還是服務人民 我們這些很多的法案 裡面躲藏非常多的陷阱 跟欺壓人民 很少看到服務人民的法案 很少 所以我們應該要用 結以預算 我呼籲我們立法院 跟審計部監察院等等 你們應該思考 在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編列幾年的結以預算法 我不是讓你不斷的可以去 動用各種的預算 包括追加預算 來花一些沒有擊破性的錢 如果你用在擊破 對國家安全有關係的 我雙腿雙腳贊成 如果不是 我絕對是反對到底 因為你們發錢沒有結束 那如果談到預算下去 為了消化預算 分辨預算 外包 這個台灣的整個體系裡面的犯罪結構 應該會多得不得了 多得不得了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認為 代表我們的整個監督機制 跟最前頭的前瞻的立法機制 要大幅大幅的煩惱 大幅大幅的煩惱 否則 這樣的思想獨數 是清除不棄的 你就立不出 對人民對國家 真的有正面意義的法 所有的房地合一稅 實價徵入稅 當初財政部 張聖兒一講出來的第一天 我就抨擊 你就是為了徵稅 根本就不是為了打房價 你看 持價登錄到最後是什麼 他說絕不會用來做為課稅 然後呢 現在呢 就是課稅 我們所有的 剛才這邊稅法裡面的問題從統 你怎麼可以立一個法呢 你就這樣限制 你在這個一年內或兩年內就怎麼樣 這個人他以前有買賣過房子嗎 這是他第一間房子嗎 你都不內陸考慮 如果他都沒有買賣過房子 他賣一間 然後賣 你沒有他的財產資料嗎 沒有他所得資料嗎 他是不是在草王你不知道嗎 真的草王你反而知道你又抓不到 你又不去抓 然後那些人就受害 然後呢 欺禮止善 國家的公權力可以做這樣的事 不可思議啊 你的生存錢台坦錢 那些寫在那邊幹什麼 沒有人遵守啊 憲法外界沒有人遵守啊 立法外界沒有人立進去啊 又沒有法則啊 所以 希望大家共同來關注 這個是台灣脫胎販骨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所在 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好我們謝謝魏司聰魏教授 魏教授真的幫我們整理很多關於台灣法稅的一些問題 然後會了解到說原來這裡面有幾百條都是懲罰人民的 可是對於官員的一些舒適的部分 卻沒有什麼相關的一個法則 那裡面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就是昨天2020年12月7號的時候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行政執行法的法學論壇裡面 葛克昌教授就是有現場有一位民眾就有問他說 就是納保官的一些問題 那他有講幾個重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個就是 呃台灣的納保官是因為稅尊人員他們去擔任的嘛 那可是在很多的國家都是 納保官都是獨立機關 第一個他獨立機關 然後他可能會設在內閣或是立法院 或是在監調院 第二個就是 因為是他們的同儕在擔任 所以會有烤雞的一個壓力啊 所以他沒有辦法很真的充分保障人 第三個就是 台灣現行的納保官很多都是沒有法法律的背景 這也會造成人民在遇到這些法律問題的時候就會有問題 就像淡水的老農他 他就是因為土地 他也繳了相關的一些地下稅的東西 他全部都繳了 他該繳的稅都繳了 結果他後來被課了一個正乙稅 結果那個稅單是三千多萬喔 後來他們就想說有納保法了 就去找納保官 結果不早還好 一早就被開了六千五百萬 對所以台灣的納保官真的有保護到人民了 剛剛教授有講到說就是 懲罰的機制 其實不論是在刑法第124條的王法裁判 或是刑法第125條的案權追訴罪 或者是刑法第129條的違法強徵罪 像這些 你法官檢察官或者是稅官 你判錯案子或者是爛權起訴 或者是你開錯稅單 沒有人會受到懲處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刑法 就算要改成酷刑罪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應該是說 我們的法律定在那邊應該要 要執行它 不是說哪擺著好看 這樣子 對好 不是說因為的懲罰人民 然後應該是說要有一個對等的機制 才會讓我們的國家法律會更加的公平跟合理 好 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的 陳毅律師事務所的主持律師 蔣瑞請律師幫我們一談 掌聲 各位大家好 剛剛魏教授有提到說 其實律師在法庭上也是赤手空權 可是其實為什麼我們還是覺得說值得奮鬥 其實我們的背後是什麼 律師的背後是什麼 律師的背後是什麼 律師的背後就是人民的聲音 就是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聲音會迫使法院重視這個法庄 人民的聲音會迫使法院以及立法機關重視這個法條以及人民的權益 我們以那個納保法來說 其實在十幾年前那時候在小英總統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就想要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可是他沒有成功 那為什麼這幾年可以成功 為什麼在那個105年能夠通過 其實是人民 是法庭改革聯盟以及專家學者努力的結果 還有這一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那雖然目前實施的我們大家還不滿意 可是事實上最近那個司法院的一些統計資料可以看得出來 在106年他開始實施以後 107年人民的勝訴率一樣還是只有個位出數 也就是大概8%、9% 可是到了108年 到了108年已經到了2位出數 也就是10% 就是人民的勝訴或者是那個自衛判決或者是和解的部分 已經到了108年已經到了2位出數 然後到了109年 109年的數據我還沒有看到 不過有聽專家學者分享已經到了20%出頭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進步雖然是緩慢 可是是實在的 只要人民持續的關注 這個進步我們是絕對看得到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這裡討論 就是在執行近3年的時候 我們要來討論納保法的相關的落實 因為其實人民的關注是租促法律真正落實 以及租促法制進步真正的力量 是人民的生意是真正的力量 那今天我們其實我們之前也沒有什麼所謂賦稅人權 這都是人民呼籲出來的 那那個納保法它在105年 我們剛剛專家學者也有提到 105年通過以後106年施行 那施行的結果我們剛剛那個專家學者也有提到說 其實裡面最重要兩個制度一個是稅務法官 一個是納保官的部分 那稅務法官的部分剛剛魏教授也有提到 因為司法院他在一夕之間就通過 把所有行政法官的法官通發了稅務法官的證照 所以這個制度形同虛設 現在其實各方都還一直努力 希望已經領有證照的稅務法官能夠真正具有資格 所以像李慧中老師就常受邀去法官學院給他們上課 其實就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聲音 然後加上學者的努力其實就會慢慢的進步 我們相信我們絕對看得到 然後納保官的部分是目前我們覺得改善還是比較少的部分 因為他是由稅務人員所兼任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我們覺得稅務法官 所以納保官他真正的績效 我們還沒有看到有什麼卓越的進步的部分 所以納保法兩個比較重要的制度其實都 我們都覺得還很需要改善 然後納保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他要求每4年基增機關要把所有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的解釋行令有9000多條 本來納保法規定說 你每4年就要做一次通盤的檢討 看看他有沒有違反法律的規定 或者說有沒有愉悅法律的授權這些 可是財政部那邊他其實 其實他把這個要求形同虛設 也就是說財政部他說 我們現在沒有他們沒有做全面性的檢討 做滾動式的檢討 什麼叫滾動式的檢討 就是有人提出疑問的時候他們只能拿出來檢討 其實就跟以前沒有什麼兩樣 跟沒有納保法是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是應該財政部 他應該要落實法律的部分 那其他除了剛剛講的制度以及 對於解釋寒令檢討的要求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法律上重要原理原則 這個在納保法之前其實就已經有了 可是因為一直沒有受到重視 所以特別把它放到納保法裡面去 那我們今天就要又以被稱為 法稅照要進的太景門案件來檢討說 這些重要原理原則有沒有真正被落實 第一個是納保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有規定說 稅務機身機關對於課稅跟處罰 這個應該要盡取正責任 其實這個以前在稅務機身法第十二條之一 也有一樣的也有這樣子的規定 不過因為沒有落實啦 所以納保法特別又給他放進去 可是在太景門案件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太景門是一個 那個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他從55年應該是說 太景門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從55年成立以來他的本質都沒有改變 然後信誌裡一直都是正義 可是在民國85年的時候 因為宗教掃黑受到無望之災 所以被檢查官他以一個 根本沒有到過太景門去查稅的稅務人員 指閱生的一個證詞作為唯一的證據 然後就認為說太景門有逃漏稅 然後就把他移送到國稅局去課稅 而且檢查官他根本沒有查 因為太景門根本沒有 他不是一個營業單位 他也沒有上冊 也沒有什麼會計行證 可是檢查官他就憑著指閱生的證詞 然後讓調查局的人列了一個明細表 然後就說太景門逃漏稅32億 可是在自發當天 在檢查官他所調查的兩個帳戶 其實裡面只有61萬餘元 所以其實針對這32億 我們在這20幾年來一直發函上萬次 問他說你到底32億怎麼算出來的 國稅局從來都沒有辦法回答過 那就因為檢查官的移送以後 國稅局就合發了80到85年 六個年度的稅單 所以其實從這個案子就可以看得出來 國稅局根本沒有調查也沒有進取證責任 因為我們問他說32億怎麼來的 我們問他說為什麼太景門是個補習班 他都提不出來證據 所以他沒有進取證責任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問 納保法規定的取證責任 國稅局已經進了嗎 沒有 第二個是納保法第11條第一項有規定說 那個 那個基層機關他必須要依依職權調查證據 而且對有利不利都一律要注意 那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其實國稅局從頭到尾都沒有查 他在檢調單位移送以後 他就也沒有查 然後他就直接依依調查局的 合課的一張表 然後就課稅出來 然後他在給試調處 國稅局在給試調處的一個函裡面 自己還承認說我們的內容性質金額都是照 試調處的認定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查 那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 納保法規定說 犧牲機關他要進那個 他要調查證據 有利不利都要注意 那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 國稅局他至於補習班來合課太子門的稅 可是第一個補習班的主管機關教育部 他在兩次發函已經在工廳會都已經指出 太子門不是補習班 第二個是96年的時候刑事三審已經認定 禁止理是一個正義 再來第三個 監察院在91年的時候 就針對檢察官的起訴 來偵查行為做了調查 然後認定他有八大的違法 然後甚至在調查報告也指出來說 起訴資料跟證據和格矛盾 具體公訴是不服證據法則 然後檢察官他在監察院調查的時候 他還自認說他事實上沒有調查 那這樣子沒有違反證據法則 這樣子沒有調查 充滿瑕疵的起訴書 卻是國稅局拿來課稅的唯一的依據 那所以這個也是違反納保法的部分 那甚至在監察院到了98年 針對國稅局的和格也進行調查 然後認定他有七大違法 在這裡面他到了98年的時候 他還說國稅局你的性質金額 還有證據都沒有查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大家一直提到的 81年的和格處分 在95年就判決確定 可是到了98年監察院還說 國稅局你都沒有查 那我們就要問 那你95年確定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到了98年監察院都說你沒有查 那你95年確定的那個判決是什麼 當然就是違反 然後在100年的時候 那個行政院因為發現了說太極門的案子 有充滿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他召開了一個跨部會議 那這個跨部會議中 做成了幾個共識 第一個是刑案的資料是錯的 所以刑案的資料不能用了 第二個要用公告調查的方式 來調查禁制裡的禁止 那公告調查的結果也認定禁止裡是正義 公告調查的結果也認定禁止裡是正義 然後甚至中區國稅局 在102年的重合覆查決定 他也指出說太極門確實不是補習班 然後再來就是最高行政法院到了107年 他在107年判斥422號判決 他也認定太極門是個氣功武術凶死門派 以上我舉的這7樣很重要的證據 國稅局有按照納保法來調查證據嗎 國稅局有按照納保法的規定 就有利不利都一律注意嗎 沒有 再來第三個是我們要指出 剛剛那個魏教授他也提到說 納保法第7條第二項他有規定說 證刑機關他必須要 就那個課徵稅務的構成要件 要用實質經濟的歸屬 實質經濟的歸屬 就是說到底這個利益是誰享有的 才能課他的稅 那在那個太極門案件裡面 地址間因為負責代辦 就有一些代辦的行為 然後在刑案判決已經認定了說 這個是地址間的負責代辦 不是營利販售 更重要的是他跟掌門人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沒有任何的人 或是掌門人的夫人所享有的 可是國稅局 臺北國稅局卻針對地址間的負責代辦 課掌門人的營業稅 那我們就要問說 既然這些負責代辦跟掌門人沒有關係 怎麼可以課掌門人的營業稅 還因此而確定了還強制執行呢 那國稅局你有按照納保法要求說 去看實質的經濟歸屬是誰嗎 這個答案一樣是沒有 再來就是納保法第15條有規定說 基金機關或者是他指定的人員 關於稅金機關的執行 必須要對人民損害最小的程度 那可是其實在泰島案件裡面 因為這個稅捐的課針很有問題 所以在99年6月17號就開了一個公聽會 然後泰島地址把證據的證據 參在財政部的面前之下 然後財政部次長以及當著中區國稅局副局長 他們就答應說要撤回執行 後來在6月17號開會以後 在7月22號財政部就發函給中區國稅局 要求他撤回執行 中區國稅局在7月26號 就已經發函給新竹分執行署說 這個要停止執行 因為其他的年度都還在核課 如果現在就執行的話 可能會造成對於納稅義務人的重大損害 在99年他們就知道這個執行是違法 現在成如剛剛專家學者說的 現在其他的五個年度都已經歸零了 如果你在99年的時候你就認為說 如果其他年度做不同的處分 做不同的處理會影響到納稅的權益的話 那為什麼現在其他年度都歸零了 81年度還能夠執行呢 所以他有按照納保法的規定 執行的時候要注意人民損害罪小嗎 這個答案一樣是沒有 那最後就是其實納保法裡面有規定說 你推計要符合切實 而且你推計課稅不能推計處罰 可是在太平門案件裡面 不管是81年的綜合所得稅 或是營業稅 我們剛剛提到的營業稅 其實都是用推計的 因為太平門根本沒有任何的帳簿 也沒有任何的會計評證 這些錢都是調查局 或是都是國稅局推出來的 那如果你是推出來的 怎麼還可以合課罰還呢 而且在營業稅裡面是課三倍的罰還 這個也是影響到納保法的規定 也是違反納保法的規定 那81年度的案件 及營業稅的年度的課稅處分 其實國稅局都知道是錯的 可是他們一樣卻把它執行掉了 這就是剛剛那個專家學員也提到的 連博士也提到的 其實雖然人民的抗爭 可是國稅局一樣強制執行了 不過針對這個違法的強制執行 太平門已經提起了四個相關的行政訴訟 剛剛李慧中老師也提到 雖然法律的誕生是在立法院 可是真正的執行會在法院 就是針對違法的強制執行 行政法我們在這呼籲 行政法院應該要糾正這個違法的拍賣 應該要糾正這個違法的拍賣 然後把它撤銷 回復到人民的權利 另外我們也要呼籲 我們也要呼籲監察院針對這些違法 剛剛魏教授有提到說 法律對於違法官員的究責這一部分 是不是規範不夠 可是我們認為說其實 即使是早早的規範 監察院一樣可以發揮監督的效果 所以只要監察院針對這些官員的違法 提出糾正或糾局 後面就不會再有其他的 就是後面的官員才能夠有所警惕 不會再繼續濫權違法 那更何況說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這些國稅局人員或行政執行署 明知道不應該課證而課生 其實也涉犯了違法強徵罪 這一部分太警門也提起了相關的訴訟 我們也呼籲法院的法官 刑案法院的法官 不要漠視這樣子的違法濫權的行為 應該要針對檢察官或是法官 應該要針對這些違法官員的濫權強徵的罪行 要予以追究 那這一部分就是我們認為說 其實人民的聲音雖然不大 雖然微小可是很真實 只要我們持續的關注 我們只要持續的關注就會有所進步 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 好 我們謝謝獎人 請獎律師 其實我是覺得說 一個假的稅單 當初一個檢察官 用一個眼神就說 你有欠一個天價的稅 後來這個假的稅單被 那個王法裁判的法官 他根本沒有調查 後來事實法官也證明 人民是清白的啊 所以這個假稅單一開始 就是領的嘛 怎麼可能24年後說 又要把人民的財產拿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離譜的 事實上在昨天的 納保法跟行政執行法的那個 法學論壇的時候 黃俊傑教授有講到說 依照行政程序法 本來行政執行官就要做實質調查 可是為什麼行政執行署 他會說那是國稅局的問題 他不用做 依照行政執行法第三條 他本來就是公平合理的原則嘛 他也可以依照行政執行法去測試 所以我覺得行政執行官 本來就是也有問題 執行這個快25年的假案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國立中心大學法律序教授 李慧中教授幫我做總結可以嗎 謝謝教授 好 那麼各位先進 那麼經過大家呢 非常熱烈的 非常熱情的這個報告 那麼連烏龍教授呢 特別談到 從法理上來看 我們國家的公權力的行為 應該遵守界限 那麼 我也是 魏教授呢 特別談到 我們的法律的規定裡頭 那麼不足以成為 保護人民的重要的一個機制 那覺得還蠻值得譴責的 那麼這個 楊瑞琴律師呢 談到這個個案 在 在在呢 那麼在很多方面呢 都不符合法律 納稅者全力保護法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們國家還有呢 非常那麼進步的那個空間 我們希望呢 各位可以呢 在這個 團結在一起 那麼繼續為我們國家的人權的奮鬥 今天非常高興呢 各位呢 各位呢 熱情從頭到尾呢 參與 那麼今天納稅者全力保護的座檔會 那麼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熱情的參與 我在這邊做一個這樣的總結 謝謝各位 好 我們謝謝李慧中李教授 那剛剛 就是 其實大家知道嗎 如果你欠稅欠費 然後現在就是你沒有腳 像 他每天如果是兩天收1%的話 1%的自鬧鏡的話 360天的人180% 好可怕 如果我們國家不是有重力罪嗎 那國家是不是犯重力罪 我是這樣去懷疑啦 那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那從2017年的那個龍蝦稅關裡面 就有提到很多的稅災案例 事實上大法官徐玉秀就講到 人民一生一定會遇到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司法的問題 你可能會被關起來 如果遇到司法的問題 第二個呢 就是稅捐 就是你人民都要繳稅啊 如果我們去買一罐飲料對不對 也會5%的貨物稅嘛 所以一定會有跟稅有關係 那事實上 我們從2017年看到的 從歸國的學人葉陽春 他帶著DNA的技術回國 報效國家 被課了400多萬的冤枉的稅單 他被限制出境 後來導致妻禮止散 然後呢 黃文黃律師他是幫台中法院 台中的法院 台中法院做一個遺訪管理員 他自己墊了3000多塊 後來呢 他被課了5500萬的稅單 加罰一倍 總共是一兩千萬的稅單 他每次都想從酒樓套下去啊 他要去跳樓的時候 他就去房間看他的兒子的臉 他就沒有跳了 所以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離譜的事情 後來另外一個就是 在陽梅有一個就是 有一家公司 他是做童跟鋁的 後來他被稅務員 憑想像開了一個假的稅單之後呢 導致這個酒家的公司 他們本來就是 相互就是扶持嘛 所以他們 後來因為一家倒了 變成其他酒家全部倒了 大家知道嗎 造成1600個人的失業 然後最重要的是有一個 我們法治感人聯盟曾經深遠的曾建源教授 他因為他們家失火 後來廠商賠了他一百多萬 結果國稅局說 你這個賠償已經要課稅了 他用行政成績法第117條還給他 國稅局喔 他可以更正錯誤喔 所以國稅局是可以更正錯誤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 我們今天在這邊最重要的是 邀請這麼多的戰家學者跟我們的律師 還有法學教授就是要來探討納稅者 我們在經常繳稅的時候 我們擁有的權利 我們如何去保護自己 然後我們因為是一個座談會 所以我們也開放幾個問題 讓大家來問我們的教授跟我們的律師 可以嗎 那現場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我們開放兩個問題好了 好 來這位小姐 請 好 來 你要麥克風嗎 好 首先謝謝各位學者專家 讓我今天學到很多的知識 那我剛才有聽到一個案例 就是針對有一個先生 他被課奢侈稅的部分 這個奢侈稅呢顯然是很有爭議的 所以後來廢除了 可是為什麼既然廢除了 他還要繼續繳稅 難道沒有一個退場機制嗎 好 我的問題謝謝 那兩位教授跟 因為那個判決 如果他有提起訴訟 那個判決確定了 判決確定就有所謂的計判力 的確是一個難題 那現在我們要說 他不是廢除了 那個是停針 停針就是從現在開始不針了 但是以前針到的呢 還是得繳 但是我認為這個案子 應該要提起自憲 我認為奢侈稅有違憲之一 非常非常嚴重的違憲 特別是他本來要課奢侈的行為 但是大部分課到 都一點都不奢侈 而是無知 無知是犯罪嘛 無知應該被處罰嘛 這是一個哲學問題 他沒有廢掉 是停針 好謝謝教授 我們有學到一課這樣 對 那還有 好 這位小姐 最後一個問題喔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個施議會場地還還人家 那個納保官喔 求員兼裁判 這個有沒有解啊 還是位教授 或是我們講律師也可以 還是連教授 連教授 我只要講 好 來 納稅人保護法 納稅人保護法 在德國 我們講這個納保官 其實像納保官他不是由稅官來擔任 納保官是一個公正人士 而且受社會尊敬的 像陳志榮老師是憲法法院的副院長 他退休以後就是納保官 那還有納保官還有一個叫做 他的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什麼 救命者 在美國的納保官 他可以 可以禁止法院的允許令 所以說 像大埔案 或是像 這個 苗栗那個 就是那個藥局 那人都已經自殺了 那假如納保官 在依照這個 德國或是奧地利 他們可以禁止法院 准許他的裁簽令 所以納保官 事實上是救命者 他不是 所以你叫一個 求援監裁判的納保官 然後納稅人審判官 這些人都是判人員輸的 然後開假稅單的 然後 這個退場機制呢 每次我要問說 像這個 魏世聰教授常常在講的就是 為什麼錯誤的官員 司法人員 執行署的官員 他們做錯事都不需要受處 那就是一個台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做錯事 向侯官人弄一個冤案 到現在還升官 然後李貴芬 被人家舉一個牌子說 他很害怕 做錯事了 不但人家不能追究他 不能討論他 還要叫警察去抓人 所以你這個整個 行政立法司法看起來 就是一個共換結構 他完全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 去保護人民 所以為什麼納稅人保護法 其實他剛剛有 李教授說的 就是說 他這個是一個憲法未接的問題 當人民的納稅權利 人權 因為納稅的問題 防止要被強制查封 沒收給國家 這個已經是影響到人民的生存權 所以每一次在講納稅人保護法 其實它是一個憲政危機 那這個憲政危機 人權不但受到迫害 而且這個憲法 大法官形同虛設 還允許這個行政單位 可以去沒收人民的財產 這些都是跟基本人權相反的 所以其實假如台灣人民要覺醒的話 他不是只有法稅改革而已 他是憲法改革 而且最重要是心靈改革 你想你們大家所有人都要想說 我是這塊土地的主人 我的房子 我的財產自由 我的住的自由 我的丈夫的自由 這個在德國都叫做絕對權 我這個絕對的人權 不允許國家來淘家滅毒 這個才是法稅改革 要真正努力的 謝謝 好 謝謝林教授 來 為教授請 我普通一下 我們剛才提的這些所得法 像納保法其實它是位階不對 法條法案也立的不對 不好啦 漏洞很多 沒辦法真正保納稅者 那個位階不夠應該要抬到很高的位階 因為那個是 其他法律就是納保法是排No.1 所以你怎麼可以有稅務員 資深稅務員要來當納保官 這是很不對的 第二個我補充一下 我們所謂叫房價 我們政府不是要打房嗎 這樣房價長得實在是很離譜 本來這個自責有欺負 那本來就是憲法啦 每個要居住的 正是國家要有能力的話 要讓人民都有請於住行 那這個住的東西 它一直到後端的部分要去課稅 我覺得這是心腸非常壞 就是我都找財源 都找錢 你要花錢我就找財源 有財源我才可以立這個案 這個觀念都是不對的 應該我們有這個需求 國家真的有這個需求 再來 對不對 把某些的預算 Stop 拿過來 Priority 這樣比較對 另外一個叫房子 現在每一個人 你手上有多少房子 是不是很清楚 你多少財產是很清楚的 你怎麼在尾端他買的時候 你要來跟人家課稅 在訂人家的亂七八糟 為了課稅 40%的東西也嚇死人 你應該在前面嘛 源頭就要訂啊 你已經有三間房子了 你就不能再買自用住宅啊 譬如說 或兩間對不對 或一間之後 你買的要件又不同 你有沒有實體需求 那你這個時候限制的時候 你買就要繳比較多的稅啊 稅要在前面啊 你怎麼跑到後面去呢 後面你就土啊 到那些 我現在沒錢繳了 房貸了 對不對 失業了 繳不起了 我要賣房子 好 課稅 天啊 好像有這個事情 可以在這個房子 基本就是不可以在這個房子 對不對 那我舉個拋裝引擎說 你要用其他方法嘛 這個可以這樣 那個那樣 那個那樣 不能那樣的你才來 用不能那樣的方式來採法 或課稅 這樣才符合公平 而不是一竿打下去 所有人受害者都是平民百姓的 這樣的立法 跟他延始的立法的目的 完全違背 所以他們說跟做差很遠 以上 好 謝謝一位教授 那還要補充嗎 好 我以前就是 參加論壇的時候 我以前記得那個 就是個課商的 葛老師當時有跟我們講說 就是其實 課徵稅捐是對人民最直接的 侵犯到人民的財產 所以在立法律的時候 要非常的嚴格跟注意 要保護到人民 所以我對這句話 其實印象還很深刻 這樣子 那我覺得今天 大家包含我們的教授 律師 還有我們每一位 比較公民好朋友 花了自己寶貴的時間 來參加這場做談會 我覺得有別具意義 因為大家的時間 都是非常的寶貴的 那因為大家的參與 所以我們台灣的納稅者 全力保護 才會變得更進步 我們國家才會更好 就像我們講律師講的 因為有納保法的成立 所以我們國家 有許多的稅券的案件 而獲得的平反 因為有納保法 所以我們國家 又更進一步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每一個人 都來一起來關心 也希望我們的 在線上看直播的好朋友們 也謝謝青樹鈴聲 以及我們的 雄雄有神經的直播主 願意幫我們一起來發聲 讓我們台灣變得更好 因為有大家 因為有教授 因為有律師 好 謝謝大家 好 本次的論壇 座談會圓滿結束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請里長 來跟我們教授拍一下照 對 我們要由里長 幫我們補一下照片這樣 里長這邊 這邊跟我們教授拍一張照片 謝謝您 謝謝 張永翰 這是我們的那個 仁和里的張永翰